联名致函习近平140名前驻京大使及中国专家需释放两位加国人,图为加拿大驻京大使馆,中共去年12月,拘捕两名加拿大公民康宁凯及斯巴沃,导致中加两国关系紧张近日。 140多名前驻京大使及中国问题专家联名,致函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,呼吁释放这两位加国公民英国卫报的Guardian,1月21日,报道加拿大、英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瑞典和墨西哥等国的前驻京大使,以及中国问题专家,在联名给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说, 中共逮捕加拿大休假中的前外交官康宁凯Michael,Carry中文姓名为康宁凯,及商人迈克尔斯巴沃Michael Spavor,另外交人士辛寒他们在信函中写道, 我们和康宁凯吉斯巴沃,都是具有与中国建立真诚,富有成效与持久关系的热情的。 然而现在对于在中国旅行和工作,以及在与中国中共同行交往时,我们必须更加如吕薄冰,这将减少对话,以及增加更多的不信任,并且破坏在化解分歧,急求共通点等方面的努力因此。 中国大陆和全球其他地区的情况,都将变得更糟。 他们补充说,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政府一引渡条约及美方要求,逮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女儿,华为首席财务官,孟晚舟。 华府指控孟女,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命令,并要求引渡她9天后,12月10日中共,拘捕了康宁凯及斯巴沃,并指称,他们涉嫌危害中共的国家安全不过。 中共没有提出具体理由康宁凯,曾是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兼副领事,能说普通话热爱中国,在任期届满后,以请假方式,留在中国大陆。 随后曾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络人以及荣顶咨询Rodium Group,中国,时,2017年,加入国际基,担任东北亚高级顾问,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,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马大维David Moroni, 说在中国大陆中共政府对于无法容忍,极可以容忍的界限总是模糊不清。 这会让人们担惊受怕在2007年至2013年期间,担任墨西哥驻华大使的何西瓜亚多Hohei Duan Yado,表示经常有人问他去中国旅行是否安全。 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士,问的是,现在应该离开中国大陆吗?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,瓜亚多说,鉴于中共对各国现任和前任外交官采取不寻常的手段。 有些外交人士担心,这将给各国外交官,在中国大陆处理相关业务时,面临一定程度的障碍。 包括访问良心犯,前往新疆或西藏等敏感地区,或出席异议分子被审判的法庭等。 加拿大环球邮报,The Globe and Mail,报道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联章MCCALUM18日,告诉加国国会外交委员会。 康宁凯及斯巴沃,持续遭受中共官员的虐待,每天被迫接受长达四小时的审讯,以及被关在24小时开着灯的求是,无法睡觉。 此外他们每个月只被允许一次领事访问,而且会面时被禁止说,法语以防止他们传递秘密信息。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·Justin Trudeau,日前表示,中共没有给予康明凯,应享有的外交豁免根据维也纳公约。 即使各国外交官离开职位后,在有关其离开前执行的外交工作方面,仍享有外交豁免。 加拿大认为,中共审问康明凯的内容,涉及他之前的外交工作。 中共应尊重康明凯的外交豁免全上周中共法庭重审加拿大人罗伯特·谢伦伯格·Robert Schellenberg,涉嫌走私毒品案,并判处其死刑。 引发外界踏伐。 中国民运人士王炳章的女儿,加拿大公民王天安,16日从韩国首尔搭机,准备飞往加拿大多伦多。 在北京转机时,遭公安拘留及粗暴对待。 由于中国华为技术公司财务长孟晚舟,日前在温哥华因美国逮捕令遭拘捕后, 加拿大与中共关系,变得紧张。 外界分析此次事件是中共对加拿大的报复行动。 瓜亚多说,我猜这是最新发展中国。 中国中共正在故意跨热一条线他们现在正处于这条线的另一边。 正在折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